马斯克说,我们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11分之一 现在玩过大型网络游戏的人都清楚 计算机有模拟真实世界的能力 所谓真实世界是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体验世界 同样人类感受到的世界也是大脑模拟出来的 既然人类能创造出来计算机模拟世界 那么宇宙是不是某种高级文明 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一个计算机程序呢? 马斯克说,人类生活在虚拟世界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他的这个判断基于人类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技术进步 他说,40年前,你有了Pong里面有两个矩形和一个点 这就是当时的游戏,如今40年过去了 我们拥有了与照片的真实感相似的3D模拟器 而且有数百万人同时参与游戏 每年的效果都在改进 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游戏有朝一日就会变得与现实毫无差异 1975年艾尔奥尔康开发的第一款家庭电视游戏Pong 早在2001到2003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 尼克·伯斯特罗姆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一台和一颗行星质量差不多的超级计算机 每秒可进行十四十二次运算 能够运行人类规模的模拟 包括所有人的记忆思想和感受 伯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三难选择 认为以下三个命题中必有一个为真 一、文明发展到能够运行高度真实模拟的概率 趋近于零 二、先进文明有兴趣模拟进化史的几率趋近于零 三、我们这样的人是先进文明 模拟出来的几率趋近于一 显然一和二都不大可能为真 那就只有三为真了 显然人类文明就对自己的过去 或者落后文明是怎么发展的极感兴趣 发展迅速的真人体验网络游戏就是名正 一些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已经开始进行宇宙模拟实验 随着人类计算机的逐渐变得更强大 我们完全能够模拟一个宇宙 由此可知只要有能力建立模拟世界 任何文明就有可能建立模拟世界来研究模拟的文明 这步骤可以反复地进行 一个先进文明可以模拟许多个落后文明 和多重千套模拟出来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 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模拟 于是多重宇宙里虚拟文明的虚拟文明 数量应该远远超过实体文明 我们是虚拟文明的概率非常高 那么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的上帝 极有可能是一超级电脑 或一个十多岁的毛孩子 而生存在这样的虚拟宇宙 我们根本无法分辨世界是真实还是虚拟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宇宙学家阿兰古斯 提出另一种更令人害怕的可能 我们的宇宙虽然是真实的 但事实上却是高级文明实验的对象 就像生物实验室中用显微镜 观察中的微生物菌落群一样 人类把融化的绿叶倒入以穴 就能重现蚂蚁窝的内部结构 至于死了多少只蚂蚁 不在人类的考虑范围之内 没有人愿意自己生存的世界是虚拟的 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高等文明的研究对象 但这极有可能